过了40岁后 肾功能跟你的视力你的大脑一样 一直在老化 一直在衰退 有些人他的肾功能衰退速度非常快 有些人却能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肾功能 除了疾病因素外 今年累月不自知的伤肾坏习惯 就是造成你肾功能比一般人衰退的快的原因 如果你在不知不觉中 一直在重复这样的坏习惯 会让你的未来步入喜慎的风险 肾丝球本来就是一颗过滤球 水喝不够最直接就影响到你的肾功能肾丝球的过滤率 我在临床上的观察 发现台湾人从小不爱喝水的人非常非常多 都是等到口渴才喝水 今天起 每天要喝足体重3%到4%的白开水 在台湾 尤其女生因为外面上厕所不方便 而且厕所不干净 往往造就台湾女生从小练就憋尿的习惯 为了减少小便 连带她们也不想喝水 轻折重复的密钥道感染 更严重的会痛风肾结石等 长期下来就造就了肾功能的快速老化衰退 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 久坐是非常伤身体的 也会造成寿命减短 久坐不单单只是循环不好 全身处在不动 而且缩下来的状态对心肺肝肾免疫 大脑神经肌肉骨骼代谢都有破坏 一天只要做超过6小时 每增加一小时就类似你抽了两根烟对身体的伤害 台湾人有非常多人有经常进步于长期服用保健食品的习惯 小朋友要等大人要改变过敏体质 大人要减肥撞羊 老人要关节保养等 不要满坑芒谷 许多的保健食品一吃就是好几年 在我临床上发现不少因为长期错误进步 造成了肾衰竭 今天起若任何使用超过3个月的保健品 还是要找肾脏科医师资讯 并定期追踪肝肾功能 戒掉这些坏习惯当然是越早越好 帮助自己的肾脏一臂之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洪翔医师 过了40岁后肾功能跟你的视力 你的大脑一样 一直在老化 一直在衰退 正常肾丝球过滤率 每年会以1到2分的速度在衰退 但是的确有些人 他的肾功能衰退速度非常快 有些人却能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肾功能 除了疾病因素外 今年累月不自知的伤肾坏习惯 就是造成你肾功能 比一般人衰退的快的原因 原子习惯一书说 习惯是一种负力效应 有如原子一般极小的习惯力滚力 会滚出巨大的差异 每天都进步1% 一年后 你会进步37倍 反之亦然 如果你在不知不觉中 一直在重复这样的坏习惯 会让你的未来步入洗肾的风险 以下10个伤肾的习惯 是我20年肾脏科医师的经验谈 不知道大家中了几个 希望新的一年开始 大家都可以好好保护你的肾脏 避开以下的这些坏习惯 第10名 使用错误的饮食饮水容器 外送餐饮使用塑胶袋装热汤 到现在还是非常常见 使用品质不佳的微波餐盒 使用鲜艳五颜六色的碗盘筷子 藏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吃进很多的一些硕化剂跟中金属 今天起 严格检视进入我们肚子饮食饮水的一些容器 务必选择合格的厂商与安全的材质 第9名 错误的进补于保健品 台湾人有非常多人 有经常进补于长期服用保健食品的习惯 小朋友要等大人 要改变过敏体质 大人要减肥 壮阳 老人要关节保养等 不要满坑芒谷 许多的保健食品一吃就是好几年 在我临床上发现不少因为长期错误进补 造成了肾衰竭 今天起 若任何使用超过三个月的保健品 还是要找肾脏科医师资讯 并定期追踪肝肾功能 切莫相信 贩售保健食品人员的一厢情愿的说法 第八名 久坐不运动 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 久坐是非常伤身体的 也会造成寿命减短 而且是前三大原因之一 久坐不单单只是循环不好 全身处在不动而且缩下来的状态 对心肺肝肾免疫大脑神经肌肉骨骼代谢都有破坏 一天只要坐超过六小时 每增加一小时就类似你抽了两根烟对身体的伤害 欧美现在许多办公室都开始使用站着办公的桌子 以减少久坐的时间 今天起上班能站就不要坐太久 下班后更不要一直窝在沙发上 每30分钟就要起来活动一下筋骨 第七名 憋尿 在台湾尤其女生因为外面上厕所不方便 而且厕所不干净 往往造就台湾女生从小练就憋尿的习惯 为了减少小便连带她们也不想喝水 轻则重复的密钥道感染 更严重的会痛风肾结石等 长期下来就造就了肾功能的快速老化衰退 憋尿坏习惯到老之后经常造成 贫尿漏尿急尿等 今天起务必养成不憋尿的好习惯 第六名 饮料零嘴加工类食品 台湾的超商饮料店早餐店密度世界第一 加上夜市文化 造就年轻人从小只喝饮料不喝白开水 三餐宵夜点心只吃方便的加工食品 这些年轻人的肾脏让人非常担心 建议今天起养成喝白开水 与吃天然原型当令当季食物的好习惯 第五名 止痛药抗生素与成药的滥用 台湾买药实在太方便了 止痛药抗生素跟感冒消炎成药都可以很容易就买得到 往往造成药物滥用 临床上发现太多慢性头痛 关节痛或自体免疫疾病 吃超过好几年的止痛消炎药 造成了各种急慢性的胜损伤 今天起 不要自己乱买抗生素 任何超过三天需要止痛消炎 或需要尘药的就务必咨询医食 第四名 高压与熬夜 高压与熬夜除了造成免疫系统变差之外 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血压血糖的失控 甚至造成夜间贫尿 高压与熬夜 常常是造成肾功能恶化很重要重要的因素 今天起 戒除熬夜坏习惯 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必须在11点前入睡 善用运动与冥想 是一个非常好的抒压方式 第三名 抽烟与空污 PM2.5 肾丝球就是一个微血管球 抽烟与空污 不单只是伤我们的肺 最伤是我们的血管跟代谢 要保护肾脏 今天起 一定要戒烟 空污严重的时候 务必把我们的窗户关紧 而且不要去外出活动 第二名 高油盐糖饮食 糖尿病 高血压 痛风 这排名四大的伤症原因中 有三个都跟高油盐糖饮食息息相关 今天起 减少外食比例 并且降低酱料调味 改用天然的葱姜蒜辣椒香料等 并且多摄取天然的膳食纤维 第一名 水喝太少 肾丝球本来就是一颗过滤球 水喝不够最直接就影响到你的肾功能肾丝球的过滤率 我在临床上的观察 发现台湾人从小不爱喝水的人非常非常多 都是等到口渴才喝水 今天起 每天要喝足体重3%到4%的白开水 才可以帮助你的肾脏一臂之力 以上就是我心中台湾人十大伤症习惯的排行榜 你中了几个 戒掉这些坏习惯当然是越早越好 尤其是慢性肾衰竭的 务必全部戒除 帮助自己的肾脏一臂之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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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